好,下面我们在装电机之前 先可以把这个叠下器下 以便于后面我们来装新的电机 叠下器的话 我们只是要松这一颗螺丝 和下面这对应的一颗螺丝 松开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叠下器卸下来 就是这上面这一颗 这两颗螺丝卸开之后 叠下器就可以卸下来 下面我们来进行装新的电机 首先第一个电机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的 要把这一个接线口的话 先给拆掉 黑色的端子给先拆掉 拆掉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穿线 穿线的话 从车子的 从车子的 这一个 这一个插口 从车子的这一个插口穿进去 然后从这里将 从 车子这里将将线给拉出来 然后我们先穿这三根大的 然后 拆过去之后 找一个小的工具 把相应的线给顺出来 我们三根线给抽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整个线给拉出来 然后先把这 把这小线给 都给顺过来 好 整个电机线就 从这个孔内就穿穿就完毕了 好 穿一部分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简直要保存好 装电机了 这个装电机的话 首先在叠沙盘的这边 我们是有两个电片 一个圆圈形的电圈 一个带一个卡位的 带一个线位的一个电片 然后 这边的电机线的这边的话 就只有一个 普通的 就是一个一个平板的电片 然后进行卡位 把整个轴心卡到这个车架的卡位里面去 就是说正常卡 两边都卡好之后 然后就做相应的锁螺丝扣合 扣合 然后这一个圈形的电片的话 我们是固定在另外一边的 固定在这一边的 然后 进行这一个螺帽的交固就行 然后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在这有一个 在装之前的话 会有一个脚撑 先要装下一个脚撑 底下器先可放到一边 这一块螺丝 这一块螺丝 找它对应的六脚搬手 锁合 这一块螺丝 然后脚撑 装进完之后 就是另外一个螺帽 收拾 螺帽收拾之后 用扳手 加固 这里加固的话 加固到不能 转动就可以 两边都加固 那么容易